所以你認為蘇葵有可能會被換掉 只是賈以時日 要看蔡總統什麼時候出手 是不是 對 我在想 可能明年春暗花開 昨天那個名單 我一看 我就覺得說完全不可能 可能是的確陣營的人 幫我們設置了一個自殺突擊隊 等於就是說 他告知這些分局長 等於肢體語言 讓分局長知道說 我才是真老闆 而不是說官大雄恩大 我先斬後奏 我就是要這樣 不然你是要怎麼樣 我覺得內閣的異動權 完全在總統的手上 所以這是毋庸置舵 但是我想任何人都 沒辦法去做這一部分的評論 我印象很深 我從政這麼久 我只有在去年 我完全是基於善意 因為我看穿說 現在的一些做法 所以我有積極的 那是我在上節目的時候 被問到的時候 我積極的說 我認為應該像陳建仁這樣 有盛光的 他有他的道德基礎 有正當性 在社會形象又這麼好 最主要他很溫和 溫和來做行政院的領導 反而有別於 蘇貞昌的這種傲慢惡霸 我覺得這個對國家是正面的 可是當下 當下也是被 那大概修理到 這個就很徹底就對 所以我當下就覺得 這樣的講話有點愉悅了 因為這畢竟是總統的職權 那你光是建議 建議的話 可能誰掌握行政院 同樣那些網軍就來了 他們的自保 這個也無可厚非 但是我的看法 昨天的這個名單 是最不可能的 最不可能的 因為太多了 那你不要講說錯一個 全部都被否認 四五個都是我們民進黨 表現很好的 現任的縣市組長 這等於在組自殺突擊隊 怎麼說 任何一個黨 怎麼可能把你行政 作為表現這麼好的縣市組長 在他任內 然後就把他更換 沒有讓他去做完 而只是讓他改到中央來 我覺得這麼做 其實被點名到的 這些縣市組長 第一點他們也不會接受 他們絕對不會接受 因為他們未來政治的路 有很長的路要走 他們不會急於這一時 第二點 是不是有釋財釋索 其實都只是 報紙推論的這個人 他就他暫時的一些看法 去做評論 所以我覺得這樣子的報導 真的是滿粗糙的 但是有一點他倒是 他倒是對了 也就是說很可能 很可能確實 蘇院長做了那麼久 將近三年了 確實也應該 換個不同方式的領導方向 因為我們黨內才幹知識太多了 所以你認為蘇葵有可能會被換掉 只是假以時日 要看蔡總統什麼時候出手 是不是 對 我在想 可能明年春暗花開 明年春暗花開 有人提到本來 我的訊息 而且不是普通亂放話的 就是說他本身也被點名了 也是高層 他講說本來有一段時間 他說九月 原先要舉行公投以後 這個時機 但公投往後延了 所以你的推論在時機點 你認為說明年要到明年 你是基於什麼理由這樣分析 明年春暗花開 剛好我們就歷年 大家一個都在階段性的 九月年都是這樣 大家一整年有差的貨款 都是在那個時候趕快結晶 該要做的計畫也都佈置好 整頓 每一個公司企業個人 他們的整頓期 大概都在那個時候 而且春暗花開 有新的內閣 也會帶來新的希望 新的運行 那種感覺 感覺大概那個時候知道 而且那個時候 公投也結束了 也結束了 差不多了 而且馬上要選舉了 對 馬上要選舉了 換戰鬥內閣出現 或是說對政治 勝安政治選舉的 這些操盤手 那你覺得 鄭文燦可能性高不高 因為現在大家數來數去 幾乎就在觀望 就是鄭文燦了 好像沒有出現林佳龍 因為林佳龍運氣不是很好 好像就是鄭文燦的感覺 你的看法呢 因為在我看 林佳龍是偏向於說 他要靠自己的努力 重新再取回民眾的支持 社會的期待 所以我覺得在這一個部分 林佳龍的態勢 比較不會傾向說來入閣 那鄭文燦的部分 我認為現在是他一直拒絕 拒絕 拒絕這是新聞 就是你的意思說已經被征詢了 還是怎樣 我在想他是拒絕的 因為以他那麼年輕 或是排斥的 對 他認為說他不要這麼冒進 當然我這是以我這種想法去推估他 但是我看他的動作也都是很保守 在雖然有很少接觸的機會 但我偶爾接觸到 我聽他講話 做事 還有他家裡人 對他的一些期許的話 我在看他應該是一步一步的 要按部就班 這也就是我說 昨天那個名單 我一看 我就覺得說完全不可能 完全不可能 這個可能是敵對陣營的人 幫我們設置了一個自殺突擊隊 應該是有一個來源 就是有人在放 那目的是如何 我不得知 而且媒體也沒那麼訊 他不會聽信 你所謂的敵對的國民黨的說法 國民黨怎麼知道 國民黨怎麼知道 蔡總統他可能要換誰 他根本不了解民進黨的生態 所以 如果蘇奎 你整體來看 不管什麼時候換 他什麼部分做的 你認為有可能鬆動 是哪些因素 宮廷我舉一個例子 中共有一個總理 叫做溫家寶 他聲望非常高 那他聲望怎麼高的呢 就是每次中共有天災地變 他都跑到現場 然後就對地方官員 各級官員破口大罵 這個我正要問你 他很愛發脾氣 脾氣差到一個地步了 所以溫家寶脾氣越壞 就尺度越高 我講輸 我講輸 你是講溫家寶來自曠 來比喻就對了 對 我暫時躲開一下網軍 你不能唱我 可是溫家寶 你要叫他中國最大的影帝 對 因為很愛演 你看他的很多的做法 他的言行 結果事實上 光潔 其實某個單位出了某些事 當然如果說以隔魁之尊 親身下去督導 這固然而鬧 可是我們台灣像海關 這麼同等重要的位階 工作 直別 那太多 那你這樣要看的 你院長 除非你一天安排三四十個行程 還有當你在罵的時候 你在臭罵的同時 等於是甩鍋了 你罵這些官員 你這樣不對 你這樣不對 你那樣不對 像這次非洲諸人 他去罵官務所 就是罵海關 說我都神人都給你的器具 也給你 X光劇也給你 什麼都給你 你給我找出方法 那他如果按照這樣的話 蔡總統如果要叫他負責的話 不知道多少件事 高雄榮總的院長 所以高雄榮總的院長 我都給你蓋了新院 我都任命你當榮總的院長 車位幾個你都不知道 車位這個太挑起 截到蘇科長的領域吧 所以我認為這在罵 罵你要第一點 破壞國家的體制 我們國家應該是分成負責 就像說他上個禮拜 接見那8位警察局長 我覺得說 你別提了 內政部長你放到哪裡 內政部長也不在場 警政署長我不曉得在不在場 警政的這一塊的帶領治理 其實要相對非常專業的 因為警察他們有一套 他們自己學長學弟的體系 還有對他們每一位警官警員 你如何從他們日常的表現成績 那下去做升遷 其實這有一套規矩跟學問的 你某個程度一定要尊重內政部長 警政署長他們去商討才對 可是今天他不是第一天當政治人物 他是回過當行政院院長 七十幾歲 衝衝衝做過現場的 他政治經驗那麼豐富 他為什麼要這樣做 我認為只有很簡單 就跟這8位分局長 而且是個別 他們8位每一位排20分鐘 就這位談完了換下一位 所以個別談 所以他意思就是說 就只有他跟這些分局長個別在 所以等於就是說他告知這些分局長 等於肢體語言 讓分局長知道說 我才是真老闆 我才是你的真老闆 那他壓抑 也是你們同樣謝忻的 徐國勇 國勇 那這樣內政部長 內閣烏龍名單 他也被點名 對不對 那如果蘇貞昌之前就為了警政人士跟 徐國勇這樣棒的話 那你現在這個動作 他是不是白譜給徐國勇看的 我覺得徐國勇 在他的院長的徽下真的是受了很多氣 但是他都隱忍不說 我跟徐國勇從議員立委都同事過 因為我們私下相處好幾次 他都沒有提出一個字怨言 但是我從報導的蛛絲馬跡裡面 其實看得出來 他委屈吃虧的多 為什麼 因為當你的長官 手是直接伸到你的部會 沒有通過你的同意 比方說上回台南市高雄市警察局長的話 你看媒體的報導 稍微報導一下 馬上那個媒體馬上就不報了 其實那在警察節當天 那個院長上台致辭了說 他當下宣布要換這兩個警察局長 內政部長站牌 全然不知 事前通通不知道 然後院長演講完了 那個典禮結束了之後 再由警政署長把公文交給部長說 來 這就是剛剛的決定 你批示一下 所以我覺得某一些人事的任用 要依國家體制分成負責 而不是說官大學恩大 我先斬後奏 我就是要這樣 不然你是要怎麼樣 那這樣的時候 即便你的領導是多英明 即便你說的 那幾個你拔足的會是多好 就算那麼好 我寧願不要那麼好 我寧願就是照體制來 尊重我們國家建制的方式 那麼這樣子才對所有參與者都公平 每次有沒有發覺 まだ 但是 我們 完成